花莲蜜香红茶制茶技术竞赛为期两天的赛事 今天上午最终站官能品评赛结果出炉 东森茶园的年冠窑挤压群雄 从33位青年茶农中破影而出夺下金牌 在母亲年安瑞的鼓励下 经常代表花莲出赛的年坤窑 谦虚表示 茶产业的技术永远学不完 因此将会持续努力提升花莲茶产业的价值 从尾条发酵禁止回润载干燥 每一位蜜香红茶接触竞赛的选手们 精挑细选在赛前的最后一刻交出成品 由台东茶改厂进行最后的官能品评 为期两天的花莲蜜蜜香红茶制茶接触竞赛 花莲茶叶三大产区的布里乡六世淡山 玉里镇赤科山以及瑞瑟五鹤台地 总共33位的茶农参赛 虽然多数为年轻茶农 但祖省台东茶改厂罗世凯惊讶指出 各个制茶技术水准部分宣制 发酵度也普遍提升 能够得奖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这次的这一个 我觉得品质是蛮均衣的 但是竞赛总是会有这个比较优秀的 那优秀的它就是 它有利用一些技巧 让它的发酵呈现比较浓厚的花骨香 或者是呈现利用一些技术 让它的密箱更为明显 在条件一致之下 要能够得奖就得要靠制茶真功夫 最终战官能品评赛结果出炉 东升茶园的年昆瑶 季冠群雄拿下金牌奖的殊荣 为了做好茶 一天一夜为合眼的年昆瑶 出生至茶家族 从小耳濡目染 开始学做茶 也在母亲年阿端的鼓励下 也经常代表花莲出赛 这一次在自己的家乡拿下金牌奖 年昆瑶谦虚表示 茶产业的技术知识拨打精深 会继续努力不断精进 觉得自己的运气也比较好 然后可能做出来的味道 又受到评审的青睐 大家也都对这次的蜜香红茶的比赛 都很认真的在服务出 也希望我们湖河地区的茶产 也能够越来越好 日志香农会四年前 开始推办蜜香红茶 制茶技术竞赛以来 深受花莲茶产区茶农的支持与肯定 除了瑞穗五鹤茶区 也看见了布里香六十淡山 以及玉里赤柯山 茶农制茶技术同步升级 农会总安师黄胜黄也乐见其成 我们发现所有的选手 这个制茶水平都提升了 尤其是针对我们这个青农的部分 这一届有很多的青农 加入我们的这个制茶技术的一个交流活动 整体而言 我们青农的部分 得到老师傅的一个传承跟指导 那相对的 我相信这个对我们整个茶区的发展 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关键 获利县第四届蜜香红茶技术竞赛 今天圆满落幕 除了东森茶园的年坤瑶 拿下金牌奖之外 另外两面银牌奖 分别由陈子佳与年利宜朵下 最后三面的铜牌奖 则是由首度参赛的 布里香茶农陈胜俊 另外制茶技术常盛军 叶秀莲 以及廖军中获得 蜜香红茶 在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 Communist 有点赛的 我是你的 你 你 你